印度人果然是大手笔,准备花费4000亿卢比,约合56亿美元,在本国建造6艘潜艇。 潜艇作为,当今世界公认的战略性武器,印度人想要大力发展,似乎并非什么出人意料之举。 毕竟印度目前的潜艇数量,已经无法满足这个南亚大国的雄性。 如今的印度,常规潜艇拥有三个型号,共15艘左右,包括4艘西书马级,9艘基洛级,以及2艘鱿鱼级。 如果再加上租借的一艘查克拉二型攻击和潜艇,一艘尖击者战略和潜艇,印度一共也不过17艘潜艇。 对于,这视为印度洋主人的印度,如今只拥有各种潜艇17艘左右,别说体现自己主人的地位,甚至连基本的水下安全都无法维护。 更何况西书马级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就已经建造完成。 如今已是古董级的老家伙,引进自俄罗斯的基洛级,也都基本都过了尔历之年。 虽然这些潜艇壮心不已,但无法改变,已是壮世暮年的情况。 而2004年与法国DCNF公司,签署了六艘鱿鱼级潜艇。 至今不过交付了两艘,到了2021年,才能全部交付。 所以,由于集潜艇服役之日,印度水下力量的真空,也将达到空前的规模。 所以,印度大力发展潜艇,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 但问题来了,如果潜艇在异度制造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? 首先,就是选择性恐惧。 众所周知,印度作为英联邦国家,不仅与西方关系融洽,与苏俄也有助非同一般的关系。 所以,在选择引进潜艇生产线的过程中,必然面临多种选择。 不论是法国、德国、瑞典等西方国家,还是俄罗斯都有可能成为潜在卖家。 在引进生产线方面,印度与西方国家有助非常密切的合作。 比如从德国引进209潜艇生产线,从法国引进鱿鱼级潜艇生产线。 但是,印度目前的主力潜艇,是来自俄罗斯的击落。 那么印度该如何选择? 或许,印度的先进轻型战机招标工作,就是前车之舰。 美国的F-16,瑞典的英师,俄罗斯的米格29,乃至印度国产的光辉,直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确定。 其次,就是拖延症。 印度军工的拖延症,似乎是人所共知。 不论是光辉战机、阿雄坦克,还是印度的国产航母,都让人们对印度制造有了深刻的认识。 更何况,在此次高调建造潜艇之前,印度人已经有过两次引进潜艇生产线的经历。 无论是顶住德国209潜艇的光环的西书马,还是来自法国的鱿鱼籍,其交付时间比之预计时间,都要有长时间的拖延。 比如,西书马的订单,拖延到1994年才完成,而鱿鱼籍的手艇,则比预计时间拖延了6年,直到2017年才正式交付。 所以,印度想要完成6艘先进性潜艇的建造工作,绝对是一件不容乐观的事情。 最后,就是否能形成战斗力,虽然印度在获取军工技术方面,有助得天独厚的优势。 但是,印度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,军工技术底子又过乌丹薄。 所以,不仅仅在武器平台的方面需要引进,在其相关的配套设施上,也必须采取拿来主意。 那么问题来了,很多武器平台是不能相容相关配套设施的。 比如,法国的鱿鱼局潜艇,虽然鱼雷发射管,也是533毫米,却无法发射来自俄罗斯的533毫米重型鱼雷。 虽然印度也有来自德国的AEGFUTMOD1重型鱼雷。 但是,这款老古董能否装进鱼的鱼雷发射管,估计是个新问题。 所以,印度首艘鱼局潜艇虽然交付了,但是却没有可用的鱼雷,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。 如此看来,印度人花费56亿美元建造潜艇,投入不可谓不大。 但是,印度制造的潜艇,想要真正成为印度洋的水底杀手。 所需要的时间,绝对不是常人所能预计的。 如果不能再预计时间内服役,就是浪费钱。